林雅耀股价周一出现拉锯战 开在263元 短短一分钟就窜上280元的价位 飙涨18块 不过随后出现卖压 股价下跌翻黑 上冲下洗政府达11% 和上周刚挂牌 气势若红的表现 似乎明显疲弱很多 林雅耀其实在挂牌新贵之后 股价其实已经大涨 解盲过关之后 这个早盘开高 似乎就有获利的一个卖压出来 除此之外 林雅生机27号解盲结果出炉 虽然安全和耐受性良好 根据数据分析 19到64岁血清洋转率达到95.65% 65岁以上则是88.57% 中和抗体效价为102.3 但专家也忧心保护力问题 换算成中研院的算法 是在自同一个实验室 然后前后的这个标准 曲线都一致的话 那将来就是一个是660 对于这个结果实性认为优点遗憾 也让提前反应的股价出现波动 包含高端疫苗走势也相对保守 反观电子股周一也熄火 台积电在平盘以下连带影响台股周一表现 开盘虽然小涨开在17531点 不过早盘出现震荡 一度翻黑又拉回 分析师表示因为美股拖累电子股走皮 加上资金流向传产导致 但个股强弱有别 货柜三雄表现依旧亮眼 万海早盘飙涨停创下300元新高 带动长荣和阳明 也都一度冲到176元和166元的涨停价 第三季是货柜北美货柜的旺季 再加上现在欧美景气复苏 资金的部分目前还是不断涌入 包含台湾抢进全球十大货柜排行 分析师认为只要运加指数持续往上 航运果行情近期都可以期待 但不建议投资人追高 避免套牢 TVS新闻节目的帅台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